在这一章里我们将对这个电子钟先做一个具体的绘制 那么在绘制之初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 这个数字的这种点阵式的表示究竟是怎么完成的呢 其实非常简单 对于一个这种点阵化的数据 它背后的数据结构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二维数组 这个二维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不是零就是一 如果是一表示它应该填成一个实心的圆 如果是零表示它应该是一个空白 那么这样一个二维数组经过我们的绘制逻辑以后 就会在converse中形成这样的一个数字 下面我们就来实际的完成一下这个倒计时的程序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首先我建立了一个工程 在这个工程下呢包含三个文件 一个html文件叫index 那么两个js文件 一个呢叫做digit 一个呢叫做countdown 那么digit这个js呢 就将存放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二维的点阵模型 供countdown来使用 而countdown呢就是来完成我们这个程序的主逻辑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digit 在digit.js里我声明了一个其实是三维的数组就叫做digit 那么这个三维的数组中digit0包含的是一个二维数组 这个二维数组就是零这个数字的二维点阵 digit1包含的又是一个二维数组 这个二维数组是1这个数字的二维点阵 那么依此类推一直到digit9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digit9包含的就是9这个数字 所对应的二维点阵 除此之外 这个digit中我们还留了第十个位置 这个第十个位置呢 其实是冒号这一个符号所对应的二维点阵 那么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文件非常复杂 大家在这个课程的相关位置呢 是可以下载到这个文件的 然后可以直接的使用 与此同值的话呢 大家也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要点阵化的做字母ABCD 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只不过把相应的点阵换成ABCD 这些字母的点阵表示就可以了 在这里大家还要记住一些一会儿具体绘制时 要用到的数据 那就是我们的每一个数字的点阵表示 都是10乘以7这样大小的一个二维数组 而我们的这个冒号这个符号相对的比较小 是一个10乘以4这样大小的一个二维数组 那么看完了这个digit 下面我们就可以来真正的处理countdown这个逻辑了 那么在countdown中 首先我们还是使用window.unload的方法 来定义程序初始化的行为 那么首先呢 像我们之前讲的一样 我们首先进行converse的初始化 使用getelementbyid 拿到converse变量之后呢 用getcontext的方法拿到这个绘图的上下边环境 之后呢 我们要对这个converse的大小呢 进行一个复制 那么在这里呢 我设两个全局变量 一个呢叫做window width 一个叫做window height 我们把它复成1024和768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unload的函数中呢 直接这样调用来给这个converse复制 这样调用呢 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呢 是屏幕的大小改变起来 非常方便 那么其次呢 我们后续在做屏幕的自适应的时候呢 其实只需要计算这两个变量的值就好了 非常的方便 那么我们在这一小节呢 暂时不处理倒计时的这个逻辑过程 而只处理这个绘制的过程 所以呢 我们后续只要调一个 我们将要定义的render这个函数就可以了 注意对于这个render函数呢 我们要传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 就是我们之前获得的绘图的上下文环境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render函数写法 那么这个函数它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要绘制当前的这个converse的画布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先从绘制这个时钟开始 要想绘制当前的这个时钟的倒计时 我们就需要知道 现在这个倒计时的具体的数字是多少 为此呢 我们设置了三个变量 分别是小时 分钟和秒钟 那么他们呢 存放的呢 就是当前倒计时的具体数字 由于我们现在不涉及具体逻辑 所以我们给它附上一个长量 以共我们实验作用 之后我们就要一个数字 一个数字的来绘制这个时间了 那么为此呢 我又设计了一个新的函数 这个函数呢 我起名叫render digit 那么render digit里呢 我将设计这么几个参数 首先呢 是从哪个位置开始来绘制这一个具体的数字 那么现在我们实验呢 我们先写成00这个位置 之后呢 就是我们具体要绘制哪个数字 在这里大家要注意 我们这个时钟的demo里头 这三个数字全都是两位数字 但是我们在绘制这个具体数字的时候 要一位数字一位数字的绘制 所以呢 我们还需要把它的个位数和十位数给拆开 那么对于这个小时来说呢 我们要想拿到它的十位数字的方法呢 就是除以十之后呢 给它强行转化成整形 这些呢 就已经是绘制这一个数字的所有信息了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要想让RenderDigit可以绘制的话 那一定要把这个上下文绘图环境给传过去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的讨论一下 RenderDigit这个函数应该是怎么写的 那么这个函数有四个参数 xy number和一个context 在这个函数里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之后呢 我们一定是使用一次二维的循环的方式 便利相应的二维点阵 并且在点阵中每一个唯一的地方呢 画一个时针的小球 为此呢 我们先设置一个状态 给这个context的fuel style设置一个颜色 那么这是一种蓝色 在之后我们就可以写这个二维循环了 大家可以想象我们这个二维循环 应该是对Digit number这个二维数组进行便利 那么第一重便利呢 从0一直便利到Digit number的length 相应的第二重便利呢 则是从0一直便利到Digit number的di行的length 在之后我们则应该判断 如果Digit number的ij这一个位置 它是1的话 那么说明此时我们应该在这里绘制一个圆球 那么具体的绘制方法呢 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讲过了 首先我们应该begin pass 然后我们应该调用一个arc的函数 这个arc函数里具体参数怎么样呢 我们一会再做介绍 之后我们调用close pass 那么最后呢 我们应该调用一个fill的方法 具体的对这个圆球做一个绘制 那么整个renderDigit的大体的框架就应该是这样了 在这里头呢 我们还缺少了一个对这个arc函数中具体参数的一个计算的方法 这个参数的计算呢 稍微复杂一些 我们看一下PPT 我们下期间的函数中具体参数